好 接着想问车股的梁小姐 想问比亚迪1211和相关的车股ETF 就是2845 他都没有货的 想中长线投资的话 什么价位可以进入呢? 目标还是指示位 当然两个价位都可以考虑的 如果你有资金真的足够的 其实两个价位都可以买的 但当然这个价要考虑 比亚迪因为本身不断说的 就是入场费 一手其实算多贵 没错 所以你是中长线也好 我想如果真的可以 斩开几乎会好一点 但其实你说买比亚迪 买245 或者买完两只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但如果从弹性上说 反而245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你买又小一点 而且又买了男子的 新能源车的相关股 变成分散了一点 没有这么单一 可能更理想 但如果先说价位 一一一来计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买 这些位置不要太急 因为都属于偏高 我觉得看法上 我帮应一向都是好 但如果你有买 看看有没有机会 真的起码落到 大概290这些位 楼下这些位附近 如果要落到这些位附近 才买 我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 而中长线 其实要破坏 之前三二四楼上 我觉得机会性是大 而至于你245 我觉得其实看法上 都相对近的 都是分阶段去买 逢低去买好一点 好过你强行去追 但当然如果你现阶段 手上完全两只 都没有货底 我觉得你可以先买 一注就是245 因为一来起码 入场费才会比较便宜 就算买完之后 下跌也好 至少下面的弹性会大一点 但比较低就真的要等 因为淫码比较贵 所以我觉得 245这些位置 你可以先下第一注 但现在有机会 落到200元以下 才慢慢加会好一点 是